這個做圓出來 我們剛剛TK的時候 是抓中心點 剛剛好像抓錯 應該是抓四分點 四分點TK24 65 否則的話最後那個尺寸會錯 應該剛剛TK的時候有沒有 追蹤的時候有沒有 要用這個三半徑的這個四分點 往下24 再來往這個方向65 這樣才會正確 抓到之後切出來才會是正確的 那剛剛這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是也是 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再來就是把這個地方 在四分點地方 往這個方向 在49.5 Enter 一樣往上 這個地方 畫一條線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把它做偏移 偏移2 Enter 把這個地方偏移過來 然後再來的話 空白鍵兩次 1Enter 那這個地方再把它偏移過來 那這裡的話就用做一個這個 我們的這個 這個 舉行正列 那物件的話 記得選這兩條線就好了 那-3 1-3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再做那個 切切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是用切切切 三切 那切的話呢 這個地方直接切 按右鍵 重複的話 會比較快一點 那因為 這個地方 目前應該是沒有更快的方法 這地方的話呢 變成說你自己要把這些 總共有12個圓要畫出來 畫出來 畫出來 那畫出來之後的話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在做一個那個 浸射的動作就可以 把這地方做出來 那畫完之後呢 還要做一個修剪 那修剪的部分 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那你也一個一個慢慢修啦 不過建議是怎麼樣 建議是用實線的方式 有沒有 把這些 把圓的部分選取起來 實線選取 選完之後呢 再用修剪 修剪為什麼要線長一點 因為這樣子有沒有 一拉 整個線就全部剪掉了 好 不然的話 如果說你畫得比較短一點 你要修剪變成一個一個 慢慢點點 那很花時間 你最後呢 做完圓之後的話 把圓 用實線 只有選圓的部分 最後呢 修剪一次全部完成 那最後的話呢 這邊剩下的線段一樣 就 在這個地方就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就是變成說你要慢慢去點 慢慢去點 那做完之後的話 就 好 那前面還有一條 這邊還有一條 偏移過來應該是1 所以這邊的話還有一條漏掉的 E-Enter 把這邊再做一條 有沒有 那這邊就會前面會有一個那個圓角 圓角的三角形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部分完成之後的話 把它旋取起來 好 旋取之後的話 用鏡射 然後直接利用這邊的這個 任意點 這個地方 應該都是同意 那把它拉水平 拉水平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上下就有了 接下來這個地方 我們要做一個圓角 這圓角是1 所以呢 R-Enter R-Enter 1